好 同学们 接下来我们学一种新的进制叫十六进制 十六进制跟二进制还是有些不一样 它也在计算机里广泛的使用 虽然底层其实都是二进制 但是在一些计算机的一些专门的一些地方 它是用十六进制来表示的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学一下 好吧 先看一下它的定义 十六进制英文叫hexadecimal 减写hex 它在数学中是什么 逢十六进一 咱们二进制是逢二进一 对吧 十六进制就是到十六进制 怎么理解呢 来看一下 一般它是用数字0到9和字母a到f 来去表示0到9加上字母a到f 注意了 它因为是十六进制 比如说下面这个是十进制 从0开始到15 这是十进制 然后上面就是它的十六进制 正常的话 前面是十进制 后面你到10了 到10怎么办呢 它不是变成10 它是abcdef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相当于你 比如说你是一个十进制的一个13 看到没有 十进制13 用十六进制表示它就是d 那你也吧 它就是d 那你说你为什么是d 因为它这个摆在这 它就代表是d 这就是十六进制 规定的 它逢十六进一 如果你在这里是个十六 再往是十六 它后面就没有了 十六的话 你看如果是十进制的话 逢十进一 对不对 如果是9后面到10了 到10这干嘛 这就变10了 是不是 那十六也是一样 十六也是一样 如果到了这个什么呀 到了这个十六了 那十六它没法表示 它就借一位 借一位就进一 看到吗 就是一 然后后面的就是0 就10嘛 变成10 所以十六进制的十六 其实是用10来表示的 用10来表示的 在pansion里面有一个语法 有一个方法是可以查看这个 一个十进制的十六进制数的 叫hex decimal的减写 你直接在这里输入 十六 这是十进制 你看它返回的是0 0x10 0x是干嘛的 咱们一会解释 但是你就看这个10 10就是它的什么呀 就十六的这个逢十六进一 对不对 就跟这个逢十进一一样的道理 好吧 那如果是28 28它说十六进制是EC 我们来推算一下 28十六进制怎么是EC 首先是28 就是往后嘛 就是你这个16嘛 16就是再到这里了嘛 对不对 10了嘛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是不是C 对不对 是不是正好是EC 能理解释 到C这了嘛 对不对 从0开始 注意往后数 对吧 这是15 这是16 再往后数 对不对 就EC 能理解吗 它就进了一位 然后继续在从头开始往后数 对不对 这就是EC 好 那这个就是石头进制的一个基本逻辑 逢十六进制 好吧 它在计算机里应用普遍 常见是在哪里一些地方表示的 当然我告诉你 它只是表示上是用的十六进制 但是底层其实还是要转成二进制的 能理解吗 底层还是转成二进制 只不过表示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十进制表示 或者十六进制表示 其实还有一个八进制 就是逢八进一 对吧 就用八进制表示 都可以 只是表示形式 那它在什么地方 用这个十六进制来表示呢 常见的由这个什么呀 HTML CSS的颜色表 看左下角这个 看到没有 这个是一个浏览器上 我在这里 我浏览器上 然后我打开一个颜色 比如说我们这里能看到这种颜色 都是用颜色表来定义的 我在这里直接看 就查看也可以 你看这个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它的颜色 看到没有 我不加 它就没了 对吧 我给它改 看到没有 这都是可以的 注意的看 HTX这是十六进制 这个BBB4006 它就是十六进制的一个写法 能理解吗 十六进制的一个写法 好 OK 那这是颜色表 然后呢 还有这个什么呀 比如说我的Mac地址 咱们IP地址 大家知道 大家来看 我看一下我这个Mac电脑的这个IP地址 IP地址 你看这一段了吗 这段就叫Mac地址 Mac地址 它就是用十六进制来表示的 好吧 然后当然还有字符编码 咱们之前 咱们看那个 我给大家可以看一下 Python sorry 很容易可以看到 Python编码 Python2 我在Python2上 能给大家看吗 中国 看到没有 追了 斜杭杠X不用管 看这个E4 B8 AB 这些都是十六进制来表示 能理解吗 这是 这个 都不变吗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地方 总之用的还蛮多的 那为什么要用十六进制 他为什么这里不用十进制 这里不用十进制 反而用十六进制 对吧 这个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一将四个位单元 化成单独的十六进制数 不太难 什么意思 就是什么 大家知道一个字节 有一个字节有八位 对不对 八位 那就是相当于两个四位 是不是 那这个一个十六进制 正好可以代表一个四位 对不对 一个十六进制 对吧 二的四次方十六 对吧 所以一个字节 正好可以化成两个十六进制 对不对 一个 正好可以化成两个十六进制 能列吧 反正两个十六进制 那所以呢 一个字节表示连续两个 两个连续的十六进制 大家看这个麦克地址 就是这样的 你看这00是十六进制 01也是 相当于这正好是两个十六进制 代表什么呀 一个字节 那我们就能区别 轻易的分出来 说这个麦克地址 是由六个字节来构成的 能列吧 这样就看起来比较简单 这个的话 你就看 这个是几个字节 自己算就行了 好吧 OK 然后呢 但是这种混合表示法 其实很容易令人混淆 混淆 就是 这个 对吧 你看 比如说 注意了 你看现在是有5F 1515 我们其实是知道 它是十六进制 但是如果没有F呢 注意了 因为咱们看 如果是纯 这个十六进制的 纯十六 它用十六进制 表示是10 对不对 那如果在这里写了一个10 我怎么知道 它是十六进制的10 还是十进制的10 就是十进制的10 能列意思吗 对吧 就是我不知道 你看在这里 其实我是有一些可以 它只是数字的 看到没有 你看 1000 它只是一个数字 那我 你如果没有一个 特别的符号来标示 这是十六进制的话 我怎么知道 它是十六进制 还是真正的十进制呢 我是区分不出来的 能列意思吗 所以 在这个什么呀 各个语言中 各个语言中 一般都会用什么呢 手字母 就是在那个十六进制的前面 加上一个0x 0x来表示十六进制 能列意思吗 所以其实 我在这个地方 你看 是不是有0x10 这就代表 这是一个十六进制 能列意思吗 你要不加这个 就是认为是十进制 好吗 OK 那这个就是这个东西 好 然后呢 你看0x513 代表的这个十进制是1443 1443 这没问题 怎么去代表出来的 就是你一点点的去数一遍 就算出来的1443 但是0 就这个513 你这样 就是说 就相当于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 这个这个十六进制 我让你给我算出来 它是一个 多少的十进制 你这么去数 那咱们老费劲了 是不是 老费劲了 那所以我们其实是有些快速算法的 快速算法 就是十六进制 转十进制 怎么转呢 很简单 快速算法 就来 这里有一个快速算法的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 你不要问我 为什么是这样 人家就是这样 对不对 这是一个公式 公式没有逻辑了 就是这样的 你记住就好了 对吧 那他转的话 看着 这里有一个1000 比如说这是一个十六进制 十六进制的1000 转成十进制 4096 那怎么转的呢 看着 他一共有四位 先拿这个什么的 这除 这是第四位 对不对 其实应该是先从这个 先从这个 最右边这个0 这个开始 0 0这一位 就是 首先这个0 这个值乘以1 乘以1 其实就是16的0次方 就是 这个怎么讲呢 就是相当于是 乘以自己 乘以自己 16的 16的0次方 就是0乘以1 就是 就是自己 好吧 然后呢 所以这个就 基本上还是元素 你这个如果是0 那他就是0 如果是1 他就是1 他基本上不动 然后接下来 这个第二位0 第二位0干嘛呢 就是0 用这个第二位的0 乘以16的一次方 相当于就是 什么呀 0乘以16 如果你这里 第二个是1的话 那你就是什么呀 那你就是 16 那你也意思吧 16乘以16 然后16的二次方 这是这一位 这是16的三次方 整个都加起来 前面这三个0 相乘啊 都是得0 对吧 只有16的三次方 16的三次方 是多少啊 4096 好 那这个数得出来 就是4096 咱们来看一下 你不相信的话 我们直接拿4096 dex 4096 然后来给他取反 是不是啊 就取他的16进制备 是不是正好是 对吧 0x1000呀 是不是就是这个1000呀 对不对 哎 这就是一个公式 快速公式的算法 你记住就行 就是按照某个公式 好 那按照这个公式原理 我们再来求一下 这个什么呢 FFF 对吧 三个F 我想求他的这个 16进制 不是 就是他的十进制数 是多少 对吧 我们先自己在这里 呃 就是 看一下啊 十进 十六进制 啊 对 那我们就直接 直接这个什么吧 求就行了啊 他求出来是4095 我们按照这个算法 能不能求出来 看着啊 首先F 是不是代表15啊 对吧 在16进制里 那你正好有三个 那你就是什么呢 15乘以16的零四方 对吧 16的零四方 是不是1啊 然后乘一个15 那还 第一个就是15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15乘以16的一四方 15乘以一个16 二百四 然后第三个是 呃 15乘以一个16的二十方 是不是3840啊 加个 呃 240 再加个多少 16 是吧 4096 呃 240 240 240 加上16 是4095啊 15乘以一个16 的零四方 稍等啊 我是不是算错了 15乘以一个16 呃 15乘以一个16的一次方 没有问题 我先停一下啊 别算错了 不好意思啊 不是我算错了啊 是我在问我还以为我算错 是我加错了 注意了这个第一位 15乘以16 他15乘以16的零四方 吗 就是15乘以11 对吧 15乘以1 就是15 所以你前面这个 第一个值得出来的是3840 3840 加上这个240 再加上后边15 得出来的就是这个4095 我刚才得4096 是因为加成16 那些意思吧 好 那这个就是 16进制转时进制的一个算法 你照这个顺序 就算就行了 我现在给你出一个值 你看看自己能算不出来 我就直接就出一个值啊 出一个出一个值叫什么呀 叫嗯 哎 叫 想一下 想一下 你给我算这个值吧 FC45 好吧 FC45 你给我看一下 这个值求出来的这个十进制的数 啊 是多少 是多少 好不好 你给我算出来 你自己算啊 我就不 我就不那个什么了 好吧 假装 我认为你算出来了 好吗 如果你算出来了 你再看下面这个数 咱们现在能从16进制 转成这个 呃 十进制 对吧 没有问题 转成16进制 那我要从一个十进制 再转成16进制 反过来转了 对吧 反过来转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数 啊 有一个数 这个数是5000 对吧 啊 你给我转成16进制是长什么样 对不对 16进制是长什么样 你怎么算 当然你可以用那个叫什么呀 咱们拍子里面那个方法 HEX那个方法 是吧 HEX方法 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啊 这个如果没有这个方法 你自己怎么能快速算出来 说是得1388呢 怎么算出来呢 对吧 所以就是咱们要要有一个快速算法 快速算法是这样的啊 就是拿着这个什么呢 拿着这个啊 你要求的这个值 比如说是5000去除以16啊 除以16 得出来的这个余数 稍等 啊 你比如说 5000 啊 咱们按他这个65036先算也行啊 一会再算那5000 得出来的这个余数啊 是做是做为什么呢 作为这个看得没最后得的这个16禁止结果的第一个值 看得没就是C 16余数是12 12就是C嘛 这个 得出来的这个商继续除以16 得出来的余数就是第二个值 得出来的商继续除以16 得出来余数 看得没14就是这个 最后啊 最后到什么呢 商为0的时候就算结束了 然后余数就是这个值 懂得意思吗 OK吧 这样算出来就是这个 他的16禁止的形式 我们来 啊 我们来这个 啊 用同样的方式 我不去算65036 我就算5000 好不好 我的5000除一个啊 16 得出来的这个商是312 然后他的余数呢 是 8 所以我他的第一个值啊 这个16禁止的啊 16禁止的这个第一个值 应该是8 然后呢 这个那就我就再拿312 再图一个16 得出来的这个商是19 他的余数是8 所以他又是一个8 然后余数是多少 19 那就19 再去除一个16 得出来的商是1 然后余数呢 百分号是3 所以这个是个3 然后1除一个16 是0就没有了 对不对 那就看1除以16的余数 是1 是1 所以他的16禁止形式是0x1388 咱们刚才求的这个是不是0x1388 没有错吧 就完成这个方式啊 就就把这个这个相当于10禁止 就是相当于你一个10禁止的时候转16禁止的算法就算可了 就这么简单 这个其实是个考试体一样 考试体有的时候 对吧 你去公司面试 别人就让你算一算 为了考一些你这个计算基础 很多野生的成员啊 他就不会 对吧 野生的搞技术的 对吧 他这个自己看了看 因为就是大家说 在这很多人就是只是 这个什么呀 这个这个知道了基本的表示啊 这个16禁止就逢16禁止就完了 但是具体怎么换算 他没研究 没研究就迷糊了 好吧 这个你自己算一算 我再给你一个数啊 给你一个数叫做 你给我算一下啊 多少呢 算一下这个数 得了16禁止是多少 这个数的是23617 612吧 23612你给我算出来 自己手工算啊 就这种方法算 算出来看看跟这个hex的方法算出来 是不是一致 好吧 到此为止 16禁止就讲完了 最后再强调一下 他只是一种展示手法 对吧 他底层都是二禁止 只不过呢 比二禁止展示 展示的更短 对不对 你二禁止一大堆 他这个只用两位 对吧 就可以表示一个字节 是吧 然后呢 对吧 跟我们看到的十禁止 其实一样的 对吧 只不过计算机选择了 用16禁止来表示 某些特殊的像这种东西 好吗 OK 十禁止到此为止 对吧 对吧